Joseph 你覺得現在印尼亞加達的情況如何 你自己覺得感受怎樣 作為香港人在這裡 我想這樣說 我們在亞加達來說 我覺得都挺安全的 因為基本上政府都是 提供我們家庭的要求 其實過去兩個多三個月 大家都在家庭 我相信很多香港朋友都習慣了這個家庭 當然家庭來說是很悶 或者很瘋狂 整個亞加達的賣場又閉嘴 餐廳又閉嘴 變成是沒有地方讓你去的 基本上你想不家庭都不行 但反過來來說 亦是安全的 為甚麼呢 因為這家庭之後 人很少接觸 我覺得今天才是第一次見到香港朋友 面對面 很久沒有出街 說真的 其實我們出街的機會 唯一就是 去一下超市 買一下吃的東西 其他就哪裏都不可以去的 或者去不了的 或者可以都沒有用 都關掉了 那為甚麼呢 Andrew 你現在也有保護 現在還能回到辦公室 我想我們在CBD中心區來說 其實政府都是 執行不行 挺嚴謹的 如果你在正常辦公室辦公 其實都是不行的 我想需要一段時間 我想個別有人上公司做事 我想都是很少數 但是我們中心區相對來說都是 都比較安全 當然我們都知道 很多香港朋友都回去了香港 當然我覺得香港的情況 絕對是比印尼穩定很多 我想香港所有的水泉世界來說 是控制得比較好 在疫情上 但我想現在印尼政府最主要都是 因為大家都在談 希望6月中旬下旬 我想都會陸續想開放 零售或者一些零言活動 我想這個 可能現在印尼政府 主要都是從經濟上考慮 我想剛才我們都談 始終印尼 如果你說大部份勞工階層來說 他們現在的失業率絕對 官方沒有實際數字 但絕對是高 我想印尼相對有很多 以發展的國家來說 是不會有這麼大的債務 去給中小企 或者一些勞動階層 當然剛才我們也談過 開始很多人會自己選擇回鄉下 透過陸路也好 我想回鄉下也是其中一個方法 他們可以保住他們的生活 這個絕對是現在看到一個這樣的現象 但絕對經濟 我想這一年來講 印尼都會處於一個很艱難的局面 當然有些個別行業 可能是有人轉型做一些 E-Commerce Digital 或者一些外賣 食市上的 我想這是其中一個他們 生存其中的方法 但我想我想 或者我身邊有很多香港的朋友 我想這個我又會覺得 就是說 印尼始終說口罩 那些東西其實 我想現在 的供應是充足的 當然價錢上還是偏貴 但是就不是人家說到 之前因為印尼輸出了口罩 現在買不到 但是絕對現在 超級市場 其實我想 Brian 其實是買到的 但當然 你說 普羅大眾 是不是能夠支付 這是另一回事 但如果你說 醫療供應 現在這裡其實是充裕的 基本上來講 印尼本身的生活費用 是比香港便宜很多 是便宜很多 再加上 就 怎樣說 就 空氣好了很多 只不過是我們每天的 activity是被限制 空間就大了 空間大了 可以看得到天 天天都有藍天白雲 天幾藍 是啊 很少見到的 我看後面的泳池 有沒有人游 這麼大的空間 其實我覺得 就好像剛才 Andrew說 低下階層 受的影響非常之大 非常之嚴重 因為所有餐廳 很多服務都閉 購物又閉 那些人就失業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政府 都很想盡快開回 resume 回回 normal business 如果不再搞下去的話 印尼 不同香港 香港或者其他中國的政府 祖國都可以幫助這些窮困的人 但在印尼來說 它絕對是 有很大的限制 政府怎麼可能拿這麼大筆錢 來資助 去subsidize business subsidize 那些窮困的人 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如果不快點 resume 的話 我覺得 長遠都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其實這個問題 就是每個國家都正在面對 我們都希望 情況會好轉 現在全世界都面對這個問題 我們都會繼續 update 大家 現在都ok 祝大家身體健康 非常之下 要說 要想 有什麼地方 我們也會 一切 又